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未知药物之谜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换位变换堂 舌尖上的百变大餐 二时空穿梭薄荷 一吸历史翻页 三创意无限绘画堂 一画万象生辉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换位变换堂 舌尖上的百变大餐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科技迷以及那些 总是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令人垂涎三尺的科技创新 换位变换堂 这可不是普通的堂哦 它是舌尖上的变色龙 一个能够让你的味蕾 经历百变大餐的神奇小莉莉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解释 这种换位变换堂 其实是一种含有特殊分子的食品 这些分子能够暂时改变 我们的味觉感受器 也就是舌头上的味蕾 当这些分子与味蕾结合后 它们就像是一群顽皮的小精灵 在你的舌头上施展魔法 让你感受到的味道发生变化 想象一下 你正啃着一根普通的胡萝卜 但在你的味觉世界里 它却变成了一块美味的牛排 或者是一片香脆的培根 甚至是一口浓郁的巧克力蛋糕 这就是换位变换堂的魔力 但是 这种堂并不是 真的能够将食物变成另一种食物 它只是在欺骗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的感官产生错觉 这就好比是一场舌尖上的幻觉派对 每个人都戴上了味觉上的VR眼镜 有趣的是 这种换位变换堂 还可以用于减肥和健康饮食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够享受到所有美味的食物 而实际上吃的 却是低热量 高纤维的食品 那么保持健康的同时 也能满足你对美食的渴望 这不就是一举两得的完美解决方案吗 当然 这种换位变换堂 也引发了一些哲学上的思考 如果我们的味觉 可以被轻易地操控 那么 我们对于真实的食物味道的认知 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对于美食的追求 其实只是对于一种感觉的追求 不过 不管怎样 换位变换堂 无疑为我们的饮食生活 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乐趣 在未来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一粒堂 就能够体验到世界各地的美食 而不必离开家门 这对于那些爱在家宅的朋友们来说 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科技呀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粒换位变换堂时 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让你的舌尖 开启一场奇妙的味觉之旅 只是别忘了 真正的美食 除了味道 还有它的温度 质地 甚至是与之相伴的人和故事 这些都是任何科技 都无法完全复制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空穿梭薄荷 一息 历史翻页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时空穿梭薄荷 这是一种假想中的产品 当然 它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中 但这不妨碍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 来一场思维的冒险 想象一下 如果真有一种薄荷糖 你只需轻轻一吸 就能够穿梭到任何你想去的历史时期 这听起来 无疑是历史学家和爱好者的梦想 但同时也可能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种时空穿梭薄荷 如果真的存在 它将会是人类历史上 最具革命性的发明 不过 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比如说 如果你在吸了一颗薄荷后 突然发现 自己出现在了恐龙时代 那么 你可能会需要比薄荷更强效的东西 来帮助你应对眼前的小问题 再来 想象一下 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意穿梭时空 那么历史将会变得多么混乱 你可能刚刚见证了凯撒大地的凯旋 转眼间就看到有人拿着智能手机在直播 这样的历史 恐怕连最狂野的科幻作家也难以想象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时空旅行中的文化冲击 想想看 如果你穿着现代的服装 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街头 你可能会被当作外星人一样的存在 而如果你试图向古埃及人解释什么是互联网 那么你可能会被视为一位疯子 或者更糟 一位异端 最后 我们还得考虑到时空穿梭的伦理问题 如果你可以改变历史 那么你是否应该这么做 一个小小的改变 可能会导致所谓的蝴蝶效应 从而影响到整个历史的走向 这种权力是不是太大了 以至于人类无法承担 总之 时空穿梭薄荷这个概念 虽然充满了趣味性 但它也提醒我们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 它还是我们身份和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想象来穿梭历史 但我们也必须尊重历史的完整性和复杂性 所以 下次当你吃薄荷糖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它真的能让你穿梭时空 你会去哪个时代 你会做些什么 这样的思考 或许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 并且对历史有更深的理解和敬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创意无限绘画糖 一画 万象深辉 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 甜食迷 以及那些偶尔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漫游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甜蜜的话题 创意无限绘画糖 这不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将想象力和味蕾结合的奇妙创造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创意无限绘画糖 这是一种将糖当作画布 食用色素当作颜料 创造出可以吃的画作 想象一下 一块普通的糖果 在艺术家的巧手下 变成了一幅幅迷你画作 或是一个个立体的糖雕 每一口 不仅是对味觉的享受 也是对视觉的盛宴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背后的甜蜜哲学 在古代 人们认为糖是神赐予的礼物 它的甜味 能够带来快乐和幸福 而在现代 这种快乐和幸福 被赋予了新的形式 创意绘画 当你看到一块糖上绘制的微型蒙诺丽莎微笑 或是一只糖果版的小小独角兽 你的心情是否也会不自觉地跟着甜蜜起来 但是 创意无限绘画糖不仅仅是一种视觉艺术 它还是一种表演艺术 想象一下 在一场派对上 一位糖医师现场展示他的记忆 将融化的糖拉扯成各种形状 再迅速地在糖上作画 最后呈现出一个个精致的糖果艺术品 这种现场表演 绝对能够让观众们惊叹不已 当然 创意无限绘画糖也是一种社交媒介 在社交媒体上 这些可爱又精致的糖果艺术品 经常成为热门话题 人们会分享他们的最新作品 或是将这些糖果 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和家人 传递爱与创意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创意无限绘画糖 还是一种科学实验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糖医师们必须了解糖的化学性质 才能够掌握糖的温度 浓度和冷却时间 以创造出完美的糖果艺术品 这是一门结合了化学 物理学和美学的复杂学问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块精美的创意绘画糖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块糖 这是艺术 表演 社交和科学的完美结合 这是一个甜蜜的世界 一个让一画 万象生辉的奇妙世界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重 令人垂涎三尺的科技创新 换位变换糖 时空穿梭薄荷 和创意无限绘画糖 这些奇妙的食品 不仅激发了我们的味觉和想象力 还带来了新的艺术体验 思考和社交互动 在换位变换糖中 我们发现了味觉的魔法 让我们能够在舌尖上 享受到各种美食的味道 同时也引发了对真实味道 和感官追求的思考 在时空穿梭薄荷中 我们想象了一个 让我们随心所欲 穿梭历史的奇幻场景 但同时也提醒了我们 尊重历史完整性 和复杂性的重要性 而在《创意无限绘画糖》中 我们感受到了 糖果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并发现了它在社交媒体上的流行 和科学实验的一面 这些科技创新 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 和探索的可能性 同时也引发了 我们对实物 艺术 历史 和科学的思考 我们或许无法真正体验到 这些奇妙的科技 但我们可以透过想象和讨论 开启一场思维的冒险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于这些科技创新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请在留言区 分享你们的意见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